赵鲁斯 陈哲元 新剧不能偷偷摸摸CP感十足 剧照曝光 原著粉超惊喜 完全还原 中国流媒体女星赵鲁斯今年因接连出演是一世世界 星光璀璨 沧海之月儿走红 戏约不断 她随即与陈哲元主演了青春爱情剧人间优质老人 偷偷摸摸 该剧在播出前就轰动一时 虽然还在拍戏 但最近因为现场拍摄的照片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其中 一组剧照展示膝盖受伤被陈哲元轻轻抚摸出来 CP感铺天盖地 立马被原著粉夸赞 完全还原小说神 我不能偷偷摸摸改编自作者朱吉的同名小说 节目开拍前 不少网友质疑23岁的赵鲁斯 无法诠释13岁女生在学校的柔情 此外 演员陈哲元今年25岁 赵鲁斯和赵鲁斯的差距只有2岁 与原著中男女主7岁的年龄差相差甚远 所以 就怕两人合作毁了经典 少女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和陈哲元更是演绎了男女CP感 让网友们十分期待 就连原著的粉丝都对原著人物的还原深信不疑 新曝光的现场照片中 赵鲁斯身穿校服 左膝受伤 一动显得有些不便 还有一张陈哲元在他身上轻轻摸头的照片 见到心上人有点紧张 另一只 陈哲元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手往前走 另一只手帮他提东西 两人的表现几乎和原著一样 让原著的粉丝大吃一惊 不过 我不能偷偷摸摸现场照片的抢先曝光 也让不少网友不满 认为照片都是原著的重要部分 担心全是亮点未播出的节目已在网上曝光 官方微博上 感谢大家对偷偷摸摸的关注和喜爱 目前整个团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在此呼吁大家严格抵制待拍 路透社等不良行为 尊重演员和作品 剧组拍摄不易 希望能合作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期待早日再见 短短三天就吸引了七万多网友点赞 偷偷摸摸在播出前就轰动一时 网友们的讨论也相当热闹 本来是看的 没想到剧照有CP感 希望能早日看到播出 赵露丝真是又甜又萨 颜小姑娘太可爱了 虽然可惜男主不是无类 但陈哲元和吕斯也有CP感 赵露丝和陈哲元已经将小说彻底还原神了 期待播出 吕斯今年真的打球了 大开眼界 身为粉丝我觉得很开心 我真的很想尽快看到广播 吴磊的狼牙榜超萌小飞成为经典 由于书迷的推荐 他几乎错过了这个角色 吴磊和赵露丝最近都因古装剧星汉明月出海走红 节目结束后 很多粉丝还是第二次第三次重温 甚至还重温了小时候吴磊 胡歌主演的狼牙榜 他饰演的小飞流依然是剧迷心中最经典 最可爱的角色 不过在他选角的时候 小飞流就已经选了别人 但书迷和网友却极力将他推荐给制片人 该剧播出后反响极佳 也让吴磊尝到了人气 狼牙榜改编自海燕的小说狼牙榜 至今已累积数百亿浏览量 2011年影视改编权被山东影视中心收购后 选角和美化耗费了大量时间 刘还没有定论 制作组接受鲁梅采访时指出 刘小飞是最痛苦的选角 小飞流性格善良 武功高强 他虽然心不在焉 却是梅长苏最忠诚的守护者 很多书迷在中文论坛上分享说 吴磊在少年杨家将军中饰演儿时的杨艳照 在神雕侠侣中饰演小杨过 喜欢 演技好 眼睛好 好 年龄也取决于年龄 接近 刘飞想要这种孩子 导演快签 这小子跟胡歌和刘涛合作过 气质和颜值很搭 狼牙榜制片人喉洪亮说 为了找一个能打架又长得可爱的十岁男孩 他几乎跑遍了所有武术学校 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终于决定了一个候选人 有一天 我发现一个书迷在论坛上讨论小飞流的选角 当时也收到不少网友推荐吴磊的私信 正好制作组在恒电准备拍摄 在篮球场上发现了一个孩子 玩的时候 看到是吴磊 喉洪亮笑道 那你妈呢 来吧 飞流真有把握 事实证明 书迷没有选错人 吴磊饰演的小飞流活泼可爱 剧中与胡歌和静东的互动还是让粉丝津津乐道 吴磊因为该剧走红后 并没有忘记当时的书迷和网友们在节目中表示感谢 他还笑着说 我很感谢狼牙榜的制片人侯洪亮 我很开心 原来粉丝没选错人 吴磊饰演的小飞流活泼可爱 剧中与胡歌和静东的互动依旧让粉丝议论纷纷 吴磊也火了演出结束后 不忘当时书迷和网友们的恩情 甚至在节目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他还笑着说 非常感谢狼牙榜的制片人侯洪亮 感谢给了我这个角色 能够扮演海燕老师笔下的飞燕角色 刘 我真的很开心 感谢观看